好帅 好帅 好嫩 这还长得好乖乖的长相 她带了好湿的 好贴心 你记得看更帅我的天 好轻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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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一款 我感觉进天好激烈 这是洗头用的 还是喝的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咖啡 咖啡 我喜欢这一款 有咖啡 手工制作 大家好 我叫曹宇 然后今年是24岁 男士南京 现在是南京一家民宿店长 民宿的店长 对 对 这男孩子应该很居家那种 喜欢开民宿 又喜欢手冲咖啡 应该很会照顾人 对 对 您那个名字谁起的呀 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是下雨天 我的父母觉得可能就 跟那个读了一篇名著 然后就改了那个名字 鲑鱼 那是我的表姐 她表姐也好好看 表姐单身吗 单身 单身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报名 我们这个就叫一与两丝 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 下面开始 君乐宝奶粉亲家宣言 下面我替朝语的妈妈来宣读 亲家宣言 作为妈妈客观地评价我儿子 优点和缺点都很难说 优点太少 挑不出 缺点太多 数不清 我也觉得 我觉得挺好 先知道她的缺点 再慢慢发现她的优点 作为婆婆 我对儿媳妇的叮嘱 都和饭有关 第一 曹语比较懒 经常不吃找饭 你们在一起要互相地督促 照顾好彼此的身体 第二 将来我们不要求同住 带你们每个月至少回家陪我吃一顿饭 这个可以做到 第三 夫妻不留隔夜愁 有什么矛盾 必须在饭桌上摊看她 我看着这样的脸 我都生不起气来 不行 不行的了 我不希望你们的爱情轰轰烈烈 阔苦迷心 只希望你们细水藏流 谢谢 谢谢 是不是开头有一句 优点太少找不出缺点太多 说不完那种 对 我觉得 当父母这样评价自己孩子的时候 他后面说的话 在我一个旁人听来 可信度会增加 他家属还蛮实在的 对 这种是适合姐姐来管教的男生 4号 藏羽 藏羽你好 苏你好 你好 谁爆了 5号 我的天哪 我喜欢这一款的 好喜欢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爆了 爆了 我还蛮喜欢的 钟明子就不想让4号爸爸说话 来 钟明子爆灯的原因 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怎么办 不行了 天哪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怎么办 那你也要争取了 对 没了 然后她是自己做民宿 因为做民宿她是有赚有赔 然后我觉得 对 做什么生意都是有赚有赔吧 我觉得她能面对这些压力 我觉得蛮钦佩的 然后她比较懒不愿意做家务 我愿意做 因为我在澳洲三年就是自己生活 所以做饭洗衣服 对我可以 不服气 她那话跟没说差不多 就是一个意思 她喜欢你就OK了 谢谢 谢谢 来 4号爸爸 潮雨 这边 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刚刚听你说你是下雨的时候生的 你跟我那个女儿肖雨婷 她生的时候下下雨给我停了 然后她听说肖雨婷 然后你是自己做创业的做民宿嘛 我们家以前也做过宾馆 然后我那个女儿也是自己创业的 可以交流经验 希望你多多干注我们这个4号家庭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你爸爸要跟我抢 2号 这个4号叔叔说名字的梗 你往这看 我们这个也有名字的梗 好吧 都是雨 都是雨 下一块了 对 我这个雨是一样的 对 然后那个我有几个问题 就是小哥哥你多高 我 近身高187吧 好高 好高 你对于身高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低于多少不接受这种梗 没有吧 我一般是看演员 还就身高问题并不是很强求 年龄呢 下线不要太低 能够上线的话 最好在四五岁左右了吧 不要太高了 30以内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那应该大家都可以的 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喜欢黏人的女朋友吗 什么 还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 你说话负责任哦 那你就可以要多多关注 我们家意境 那张灯长得很帅啊 冒昧地问一下 你一个月的收入平均下来 一个月大约是 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也差不多 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我建议你跟3号就不用再聊了 三五十年了 他们家要三万十年 你离这个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对对对 能接受吗这个收入 他以后还有发展的空间 这个还是要看他们两人的缘分 重要是看你有没有这份拼搏的事业心 对阿姨说得好 先看片子 我叫曹宇 我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工程专专业 哇 航空哦 目前是一家民事典展 乖变得这么高 拼命 锋芒毕露 但这些都不是我 因为我觉得城市大小和工作稳定 并不是上进的唯一标准 未来的人生我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是有生活态度 客人驻足 天流离开 鲜花发芽 绽放枯闻 对 我现在的工作时间是一年忙半年 每个月休息四五天 我对财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欲望 钱只要够用就可以了 不希望我自己因为赚钱 每天疲于奔命 人生平平淡淡就是最好 男孩子还是要有点上进心吧 毕竟这么年轻 对 我在内洋中没有掌控欲 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会去 询问女生的意见 初恋因此会经常跟我吵架 他会觉得我没有主见 其实这就是我在乎他的方式 这种可能不太能接受 后来的一段恋爱 她是比我大三岁的女强人 我不介意女生比我大 比我优秀 我不觉得成熟的女人 是用来征服的 因为她是用来学习的 但是我不想做她的学校 跟我不太合适 我不喜欢 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对我的掌控欲不要太强 现在的我已经很成熟了 想要去找一个人去收拾她 未来我只希望有一栋民宿 面朝大海 与你携手 四季发开 本嘉宾由四季家园提供 太平淡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 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 男嘉宾平常在自己民宿里边 都会小酌一杯 如果今天牵手的话 可以带着丈母娘或者老丈人 一块去喝狼牌特去 喝狼特为珍爱干杯 喝狼酒庄园之旅 喂 孟爷爷 我是2号 麻烦接一下我朋友 2号 我看VCR以后 我发现这个男嘉宾 他是那种清心寡欲 无欲无求的人 你帮我问一下他 他这么年纪轻轻 他不想再冲一下 再奋斗一下吗 为什么要这么早 就进入这种中年人的生活状态 我知道 就是我朋友和我问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样的 看的VCR里 对于钱这方面 好像没有太大的欲望 你今天刚24 如果就马上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是不是说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因为民宿这一份类型的工作的话 对我来说我是很快乐的 因为我的一个工作时间的话 是一个月上午15天休15天 我会拿这个15天 为我以后去学习我的情趣爱好 和我的一些相关的技能 我觉得挺好的 他的那种生活态度蛮好的 年纪轻轻应该在努努力 对 对 在事业上不是特别有上进行 对 5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女儿是研究生毕业 大你两岁 你介意我家女儿学历比你高 我妈不喜欢比我小 这个我当然不介意了 你妈肯定希望你找到比你好了吧 不要紧 她是比较喜欢这一份工作的 因为我 她需要很大的投资 对 但是你也可以去找人跟你一起去合作 一起去创业这一块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5号女嘉宾 你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 5号妈妈 喂 妈妈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她 你喜欢就是 你帮我问一下她 介不介意女方收入比她高 谢谢 好的 男嘉宾 你好 我丫头也是一个特别自立自强的人 她想要知道一下 如果女方的这个经济实力 可能会超过你的话 你介意吗 我也挺会这样的 至少两个人要势均力敌 对 就是一样我可以接受 对 但是比我低我不能接受 我为什么要去介意女方来比我优秀 因为我现在在利用我的一个休息时间 去学习我的各种真书 像平面设计这一块 我都有在去学习 这挺好的 这很好 刚才2号孟于斯说的那个话 引起了我一些想法 她说为什么你看你20多岁 就过得像中年人一样的生活 这价值观不一样 跟年轻和中年无关 你看我中年人 我也在奋斗 我每天都在忙着她 有的人都60岁 他还在奋斗 他还在为企业打拼 他也没闲着 这跟年龄无关 有些人的人生 是以成功为终极目标 有些人是以快乐为终极目标 我只要过得自己开心 这两种态度 没有谁是对的 就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已 我也觉得成功和快乐 是不同人不同的选择 每个人成功的点不一样 那我还喜欢男孩子拼一点吧 他才24岁 对 我也是觉得拼一点 你以前交往过几个女生 三个 你在过往的那三段感情当中 有没有女生觉得你的性格 是属于比较偏弱的 有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会无时无刻地去问他 包括我 很想地去跟他讲 我每天一天三顿 甚至去想要吃什么 都会去跟他讲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男生不是很有主见 都是希望女朋友帮他做决定 所以可能不是我心里面 特别理想的那种 对于你呈现给异性的那种性格特质当中 有哪些是想要可以调整一下的 可能我太过于依赖他 可能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 经常地去跟他去沟通 我可能也会去慢慢地 把我很喜欢他的那种想法 去不停地去强加给他 24岁还是太年轻了 而且我觉得他不是很成熟 对 我不想做他的学生 长得帅虽然也很好 但是性格更重要 当然男子主义这件事情 大多数女生不喜欢 但是走到反方向的另一个极端 可能也未必好 所以什么样的一个度是最合适的 当然这一定是要两个人感觉到愉快 但是你需要让自己朝着女生 共同向往应该有的那个 男朋友的那个形象去 性格往那方面再调整一下 你 喂 孟爷爷 我是二号 帮我转一下我朋友 谢谢 二号 通过他过往的感情经历 我认为他想找的女朋友 是一座学校 但我希望找的男朋友 可以做我的老师 你懂吗 我明白了 我朋友说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 更多的是那种感觉找一个学校 带着你可能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什么样 但是他还想要找一个老师 所以对不起 没事 没事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三号妈妈 喂 妈妈 虽然他长相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他的性格跟我太像了 我们两个都很懒 然后都不爱吃早餐 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我的人 灭灯吧 因为可能我女儿个人感觉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 谢谢啊 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喂 孟爷爷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想转接一下我的舅妈 舅妈接电话 我确实不喜欢比较弱的男孩子 所以可能要麻烦你帮我 拒绝一下男嘉宾灭灭了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我的外孙女说 刚刚一个问题上面 他两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 所以不好意思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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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四号爸爸 赵羽 你好 老叔还是听你啊 老叔还是听你啊 每个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 都成熟别的 只要慢慢学习就好了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我还是想唱一首歌给你的 你主要是想唱歌 至于你女儿找谁 这个不重要 对 我觉得四号爸爸真的是豪呢 你现在好可爱 那我就唱两句 唱得不好 男嘉宾 他好可爱哦 你太喜欢了 我又发给音乐呢 你唱音乐就来了 我容易站在你身后 把你揽在胸口 低头看你手间的两颊飞红 你没听出来什么 破了一把 破了一破了一把 破了一把 破了一把 这里的手心 哎 我不唱了 唱不好 一下子简单 没唱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准备一下 再挑战一次 我就送一张那个 讲不出再见吧 希望我们认识是缘分 对吧 好 来来来 好 可以给你 看吗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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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播出还是会播 前面那个 逗你玩的 曾嘉宾 我被叔叔全粉了 对的 我好纠结 喂 喂 孟爷爷好 我又是5号女嘉宾 你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 5号妈妈 喂 妈妈 就是她外形 然后身高各方面都买分了 不符合我要求的 但是觉得她的性格 好像有点内向 就是有点闷闷的 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以你对我的了解 你觉得合适吗 我要公布一下 我女儿的想法吗 可以 她说觉得你是性格方面 还是有一点弱弱的闷闷的 这个无欲无求 像她们说的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你才24岁 而且你对自己的感情 是有反思的 刚才孟老师呢 也给你了不少指点 我觉得你还是可塑之才 我觉得可以再看看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娃哈哈李白牛奶粥 给你全营养关爱 来 我们看两个女生的背景资料 肖雨婷 23岁 视频工作室创始人 钟明子 26岁 通信公司职员 来看两条甜蜜情报 我呢 我呢 当年还算是比较时髦了 流流长长的 把伸分头 像刘德华呀 郭富城 这些年都开始流行斩头发 然后就离平头了 也没有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也追不上 因为 吊钢 吊得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我女儿现在参股的话 也很像我当年 90年的那时候 我当年也是那个党 哈哈哈哈 时尚就是一个轮回 男嘉宾你是个有缘人吗 希望你多多感触 萧雨婷 你名字很女性化耶 吓一跳 这块金砖呀 是钟明子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毕业证书 上课硕士哟 像钟明子这样一个问题少女 能拿到这样一个毕业证书 真是她最大的骄傲了 我说她是一个问题少女 是有证据的 记得小学的时候吧 语文老师让她背一个钳支驴 她不背 她说这个驴很笨也就罢了 这个把驴运到山下 把驴运到山下的人也很笨 我就不知道 语文老师让我们背这些东西干什么 问得我这个做语文老师的 也真是钱驴技穷 恨不得踢她一脚 我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 到底最后是什么人 才能获得她的方形呢 特朗特为珍爱干杯 有请4号 好感动 本嘉宾由MaryO分裂给你提供 她们俩的长相真的很像 她们的衣服也很像 都是同一色系的 好 来 我们从4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们的性格方面 稍微有点反差 我会是那种比较霸道一点的女生 对 我年纪比你小 但是我照着你 那种感觉 我喜欢笑语 听这句话 然后我也就是一个比较 和你一样吧 低欲望的人吧 就是欲望不是很高 也比较向往一种 就是舒服 自在的一种环境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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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很羞的 认识的也很高兴 对 好 她们两个真的 好搭 相处起来可能挺好的 对 然后我刚刚为你暴灯了 因为就是你的外形 各方面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个没有办法 就控制不住 我觉得5号她们俩 她能照顾她像大姐姐一样 我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外向的 然后我想知道你周末平时都想去做什么 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宅 有点闷闷的 这是我的一个忧虑 对 对 如果不是疫情期间的话 我可能会出去看电影 然后自己会逛一逛 就是你不太喜欢找朋友 就是一起聚会什么的吗 也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跟她们不一样 对 跟她们不一样 我跟你说 有些爱好这个事情 有男朋友和有女朋友之前 全是一个样子 等有了男朋友 有了女朋友之后 又是另一个样子 这都不好说 好 清热解读 硝烟阵痛 下面进入贵龙东陵草堂江 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如果我们禁止了 后面有院子的话 就休息期间 在院子里面我们会干什么 在院子里面会干什么 对 弄弄花弄弄草 对 我也首先也是这样想的 弄弄花弄弄草嘛 然后就是 我们都会穿着白色的短T 然后在一起坐在椅子上 然后喝着你做的咖啡 然后一起聊聊天 沐浴着阳光 我觉得就是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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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我觉得一个院子大一点 可以一起打羽毛球什么 增加一些运动 因为我现在年 找一帮朋友来烧烤喝啤酒 对对对 然后动死大死 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欣赏的人 对吧 大家一块嗨 是吧 对对对 关键时刻看品质 君乐宝奶粉用品质收获人心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4号还是5号 你的选择是 我觉得她会选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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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猜不到这个 表情这么凭倩的男孩 会做什么选择 是 君乐宝奶粉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为爱守护 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奶粉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喝狼特为真爱干杯 狼牌特区提醒您精彩继续 本欄目由 率先获得欧洲BRC和IFS 双认证并且全国销量领先的 君乐宝奶粉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纯凉的 纯正的 纯香的 狼牌特区特别播出 喝狼特为真爱干杯 美味又抗饿 本节目由 健康代餐新选择的 娃哈哈李麦牛奶粥赞助播出 遇见心意的她 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节目指定用车为 斯科达全新心动 请嘉宾进入让心动更甜蜜的 斯科达全新心动恋爱空间站